好,剛剛投票結果大家是說要看第二名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第二名 好,來,3,2,1 登登!Coco 哈,國代四華的Coco 是我們第二名,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大家是到底對這個數位帳戶有什麼不爽 我好像是念帳給大家聽 好,來,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的這個不滿意度的排行榜 共有185個人填打 那總共有39個人寫Coco不滿意 那他的賬率是10%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就有10個人覺得Coco是不夠好的 好,我們來看看就是Coco大家對他有什麼意見 就寫到說 要零貴申請很麻煩,APP的介面差 這個去年大家最大的問題,剛剛阿湘也有講過就是說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那個什麼英文名字有問題錯,你要跑分行 然後很多東西卡關了,你就是要跑分行念證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困難點 因為大家平常都是上班族嘛 就不見得有時間去跑分行啊 那你去跑分行,大家都在分行 那你抽個號碼盤,你要等一個小時 那你還要吃飯嗎 對啊,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比較不喜歡就是 有事沒事要跑分行 而且他是數位帳戶耶 為什麼數位帳戶還要跑分行 這就很吊詭一件事情 他的APP除了轉帳免手續費外 還有什麼功能問號 好像被改爛了 但我早就全部搬出RECHAR 這個也是有先見知名 再來有人講到說 COCO閃退的次數不計其數 而且帳單會出現奇怪的數字 也大於我的程度 這可能就是他們內部的那個城市設計的系統的問題 這個現場一講說認證等於開戶要一個小時 所以你看這就很麻煩啊 你是跑分行驗證他等於是重新幫你弄個戶頭嗎 對啊,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都不喜歡跑分行 然後再來有人寫到說 回饋方式討人驗不說 信用卡部分的介面也很詭異 最早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要看的卡費的資訊都要搞到凱回傳統的APP 現在好一點 但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月以抽帳金額顯示出來 還要點國泰信用卡帳單進去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就是 消費者其實都還是會有自己想要操作的方式 那我們把這個訊息就是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那也是希望就是說 相關的銀行業者有看到他們可以 就是把這東西列入改善的項目 然後以後可以改善這個部分 介面難操作令人不知道按哪 也無法轉帳查信用卡帳單 這個大家的問題就是還蠻多的 國泰COCOAPP不是很好用 大多數時間都改用國泰世華銀行APP 雖然後稱轉帳次數50次 但是有限制轉帳金額 而且每天的額路用盡 就不能再使用轉帳非常的懶 這一個人好像一個賬戶的 每天的這個固定的跨轉 有四戶被約定的部分好像是3萬塊錢吧 一個行的這個 約定而有不同 對但是 如果您自己本身有這個大額轉帳需求的話 也許就可以再先去分好 把它設定好 你所謂的這個設定好 就是你自己的固定轉帳的這個帳號 只要約定帳號設定好之後 你每一天最高都可以轉200萬出去 然後你就戶口這樣子 這個戶口轉到你約定的帳戶是 一天200萬的樣子 我覺得就會比較高了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Coco介面流暢度沒有RECHAR來得好 有些功能找很久都找不到 到後來才發現被藏到別的地方裡面 另外也建議APP可以把現金回歸的部分 是拿幾筆寫得更小心一點 要不然每次都對不上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在核對這個現金回歸 到底銀行有沒有多給我 或少給我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一筆錢 然後你怎麼算就算就算 就鬥不起來 這個也是很寡法的問題 所以是希望國內出法他們有聽到 可以不改善這樣子 對 阿翔講說 Coco的信用卡去年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解ATN任務也很好用 是最喜歡的 然後 其實 你最喜歡的銀行是投給國內出法 但是就數位招募開戶的部分 真的很困擾 對啦 就是 其實國內出法他為什麼後來可以成為 就是 台灣的這個 這個刷卡行的一哥 他把中心踢下來 那其實也是有 相當程度的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我對他其實也是沒有惡感 那 其實我相信應該蠻多人是喜歡國內出法 只是說他不可能就是百分之一百好 所以他還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 就是 加強跟改善 包括就是他這個 COCO帳戶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說他將來可以更好 我們大家就可以用得更開心 這個 那個MARCELLO POLERO PLAMO COCOAPP跟其他銀行比起來 已經好用很多了 唯一最讓我不開心的就是 跨專聯 費的次數會先扣 然後一個月後再歸付 我就曾經因為這樣要找一萬塊給家人 就缺失五元手續費 哈囉有事嗎 要玩免費手續費 就 八減一點好嗎 哈哈 其實很多銀行都是這樣玩的 他不是說 他都是屬於那種所謂的先扣後退 這種銀行的話他就是屬於比較 怎麼講 心臟比較小顆的 像我覺得台信他就不錯 因為台信他就是 你用的當下他就不給你收 超過的部分超過給你收 我覺得這就蠻好的 像那個王道的部分他也是 他就是一個月給你五次跨轉 那你這五次跨轉 他使用的時候 他就是不會給你收手續費的 那 這個部分也是希望就是 國代希望你們有看到有聽到 然後接下來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改善 這樣消費者會更喜歡 你的產品 楊健幫說 Coco每日跨轉線10萬 每個月線轉20萬 初一轉10萬 初二轉10萬 初三到月底都沒有 哦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數字其實都已經定好了 就是 10萬跟20萬嘛 那如果您自己本身要往上提升的話 這個就還要再看一下條款 從他們的辦法發展提升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基本上 你的額度用完就沒了 就是比較可惜 不然的話我建議你就是 你有數位帳戶之後 你跑分行就再開一個普通的帳戶 那這個普通的帳戶 他自己本身的額度可能就跟初位帳戶的限制度一樣 那你錢要轉出去 你如果初位帳戶的Coda用完了 你就把錢轉到普通帳戶 然後再從普通帳戶轉出去 這也是能做的話這樣子 葉姓維說那個初一初二初三是農曆還是國立 他是開玩笑的 就是說 比如說你3月1號你轉了10萬 3月2號你轉了10萬 那你可能3月3號到3月31號 都不能轉了 因為他一個月就是只能讓你轉20萬出去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個樣子 他不是說真的是用什麼 農曆初一初二初三去算 不是這個意思 Coco講 所以有人講到說 開戶比較不便利 好這也是一樣的意思 有人寫到說我只有申辦2000 我覺得國泰訴華很少 這個分行很少 全家很多都是配合台信銀行的提款機 國泰每個月給50次的 跨行轉帳次數對我來說也是浪費 也就是說 如果他不是你生活中會常用到的這個銀行 或者是他的那個分 他的那個什麼ATM的部分 那他其實你可能對你來說不是那麼好用 那你可能就可以選擇使用其他的 金融產品 比如說是recharge之類的 他可能就是因為台信的那個 機子大部分都是在全家裡面嘛 你就可以找到 那你就選擇就是 使用這個recharge帳戶 那也OK 你就不見得一定要使用Coco 那其實這兩家 其實他們現在也是 競爭非常的激烈齁 對就是真的名死我 然後還有網保銀行這樣 新開的全家或是ATM 機器都變國泰式華了 但就代表說 國泰式華他其實 有在工程略定 就是說他也打算要把台信的市場吃下來 不然怎麼會變成說 全家新開的部分都會統一 都是用國泰式華的機子 但是如果大家有常常使用ATM的旗子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台信的ATM的機台 因為他在那個反應的速度上面 其實是最快的 那第二的話應該是國泰式華好一點點 那第三就是中性 中性的ATM其實也是蠻不好用的 對就是反應很慢 然後你一次交易完之後 他一定會退卡 然後你要再重新再插卡 才會再使用 我覺得這是最小子來說 就沒辦法做連續交易 所以比較麻煩 對 我們現在呢 剛剛Coco的部分已經講完了 剛剛Coco的部分已經講完了